台湾一所医院23号凌晨发生了火灾 虽然不到一个小时就被扑灭了 但由于受困的大部分是重症病人和老人行动不便 有12名老人不幸遇难 床单当单价 消防队四人一组把老人家包了就赶紧往外送 起火的是新营医院北门分院的护理机家 受困的全是行动不便的老人 四肢动不了的老人家眼看着大火浓烟不停窜出 但跑不了 消防队员把人救出来的时候 有人早已被抢婚 呼吸器气切的老人先被赶紧送上救护车 救护车不够用 其他人全被摆在地上 经不起浓烟 老人家被呛得喘不过气 火警发生在23号凌晨 消防队在3点29分货报赶到现场 4点29分火势扑灭 大火延烧不到一小时 但疏散了100多人 72人送医 12名老人家来不及逃生死亡 60人受伤 是台湾医疗史上医院火警最惨重的伤亡 伤者实在太多 邻近县市的消防车全部支援 现场共有75辆消防车 49辆救护车 150名警役消 云家男总动员 但还是造成12人死亡 死者全是行动不便 逃不了的老人家 尤其在重阳节这一天更是让人心酸 阿威 阿威 在台湾 新闻 阿威 优优独 pseud